我們首先我把上面的ANS改成 這個是基數的加種 這個是偶數的加種 然後底下的話範圍是一樣的 1到99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會在4回圈的下一行 加一個判斷 所以通常邏輯判斷會在回圈的下一行 那判斷的方式就是一幅 有沒有一幅共一格 那我怎麼可以判斷他基數或偶數 就是把i寫在前面 如果i除以多少的余數 除以多少的余數就百分比 除以2的余數之後余1的話 所以余多少記得 運算的結果兩邊比較的話 左邊跟右邊比較的話記得兩個等號 等於1的話冒號 記得這邊比較容易出錯 這個兩個等號指的是 左邊的等號指的是前面的運算式 右邊的等號指的是這個右邊的結果 兩邊比較 記得一定是兩個等號 兩個等號 如果是VBA只有一個等號 不要寫錯 因為有時候寫習慣VBA 有時候忘記然後就寫錯了 有沒有OK 所以記得兩個等號 那這個就是指的是 如果產生的那個數字 除以2之後余數為1的話 如果為1的話 那我們要做什麼 很簡單 就是累加 累加什麼呢 就是 A 所以這個聯繫 AnsAnsB 那這個的話指的就是 基數 那基數我就把它這樣子 AnsA等於AnsA加上I就可以了 那Enter 在Backspace跳到前面 反之 有沒有 反之的話 AnsB 剛才寫過 如果它這個除以2之後的結果 不是1 那就0 那就偶數 不是基數偶數 OK 那要做什麼 就是把AnsB 累加 所以我把上面這個AnsA 複製下來 改成B 這樣不就OK了嗎 有沒有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所以如果 所以就多一個邏輯判斷 你有沒有發現 等於是說 我們一邊 產生資料 一邊做判斷 然後判斷完之後 再看哪一個 就累加它 那最後的話 那AnsA就OK了 就是基數的 所以累加出來 A就是基數的 B就是偶數的 那我就分別把它print了出 所以這個是基數 基數加總 那就是AnsA OK 好 那B的話呢 這個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有沒有 那這個是偶數的 那就是這個改成B OK 好 程式就應該就寫完了 所以剛剛的話 就是在增加一個這個邏輯判斷 記得喔 比較可能會出錯 就是這個啦 兩個等號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執行一下 有沒有 基數的話應該是2500 偶數的話應該是2450 應該沒錯 因為1到99 這個基數比較多 多跑一次啦 OK 好 那這個寫法的話 你說老師 那除了說我在這邊 加一個邏輯判斷之外 那我可不可以用別的方式來寫 其實有沒有別的方式 其實也有啦 你說老師 那可是我不想用這個方式做邏輯判斷 我可不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寫 其實各位還記不記得我剛剛有講到那個range 它有第三個參數 那第三個參數預設是1的話就不用寫 可是如果假設喔 我們不要讓它是預設是1喔 我可以讓它預設為2的話 如果為2的話會怎麼樣 那不就本來是1跳下一個2嗎 可是我給它2的話 它就跳兩個 1、3、5、7、9 一直到99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喔 用逗點2的話 那不就可以產生基數裡面所有的值了嗎 對 所以喔 如果假設喔 你不用邏輯判斷的話 其實第二個方法就是你可以寫兩個後迴圈 一個四迴圈是從1到100有沒有 然後這邊間隔2 你說是偶數怎麼辦 很簡單吧 把它改成2開始比較好 也是間隔嘛 跳兩個 2、4、6、8、10 不是剛好到98跳的 不也OK嗎 所以方法2的話 就是要寫兩個forway圈就好了 就不用邏輯判斷了 請各位試試看方法1 我剛剛先講方法1 方法2的話是提示 你們可以自己想想看 這個是方法1 這個寫法的話呢 我在雲端上 雲端白板上面應該也有了 在第三個單元 然後這邊的話 方法1這邊有 所以如果你們要參考的話 講義裡面應該也有 就是在 那方法2的話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不用邏輯判斷 你可以用兩個回圈 有沒有 一個是1-100 然後-2 這樣就是奇數的嘛 然後一個是偶數的嘛 只是說 你變成要跑兩個forway圈 OK 那結果有沒有 結果一模一樣 那你說有沒有怎麼差別 有一點點差別 就是 執行效率哪個比較快呢 其實理論上 如果你假設這樣跑起來的話 一個回圈應該會比兩個回圈 跑得快一點 對 因為你如果起一個回圈 變成你要跑 跑99次嘛 那可是 不過說真的 以這一題來看 這差異到百萬分之一秒 所以其實說真的 結果應該也是可以忽略不起的 應該也感覺不... 所以結論是什麼 你寫得出來都好 寫出來不要出錯 最怕是說 你兩個都... 都想寫 但兩個都寫不出來 變成說兩個都只有寫一半 有沒有 可能都差一個 不然你就看哪一個你比較習慣 我是比較推薦你 你寫第一種 因為第一種 將來你在工作上用到的機率是比較大 因為通常工作上都是這樣的寫法 就是一個回圈 先把資料撈過來 然後跑個回圈 然後讓它判斷 有沒有 看是一重 觸跟force 不過理論上 不會是觸跟... 可能多重判斷 然後把你需要放什麼資料再輸出到 可能這樣我們也可以再結合 itself 比如說可能哪一個放A欄 哪一個放B欄 哪一個放C欄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分別把你需要放的資料 丟到你想要放的位置去 OK 好啦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這個回圈很重要 OK 請各位務必要稍微寫一下 那最好是說 你可以什麼都不參考 就把它寫出來 這應該算基本的啦 OK 如果假設你要能夠驗證自己 真的會不會 最好去考個證照 反正考證照 就是題目給你的 都不能參考 然後給你時間 一提十分鐘 把它寫出來 對 如果你寫得出來 然後證照應該不會太差了 說真的 沒有說一定要100分 但是不至於 什麼都不知道 OK 那至於那個證照 我是有把題目放在雲端上 後面有機會我們再補充好了 那題目我覺得設計都還滿好的 反正就給你考試 這樣一直練一直練 所以很多的技能就是熟練度 OK 然後所以很多時候 學生會問說 老師這什麼意思 我說你先不要管 我先把它練熟再說 等到你練熟之後 我再告訴你為什麼 對不對 OK 所以如果你要提升你的專業度的話 那你就慢慢先把基本的練熟 OK 那一樣我底下 一樣有把這個問題丟給XIP 他得到的結果 我看起來好像也都寫得差不多 只是變數名稱不太一樣而已 其他都差不多 有沒有 他是用邏輯判斷 他是用這個除以2等於等於 一模一樣 有沒有 沒什麼差別 OK 那當然4迴圈裡面 還有一些敘述 像break break的話就強制跳離 還有continue continue的話是下一個的意思 跳下一個 他等於是跳過 不過break用的比較多 continue用的比較少 幾乎很少用到continue 我發現有這個敘述 但是continue真的非常少用 其實continue在Java 在C++也都有 但是真的很少 可能是每個人對於邏輯敘述的習慣不一樣吧 但是break用的很多 break就強制把回圈結束掉 那你說是什麼時候會強制跳離 比如說我今天要加1加到99 可是我這個範圍給他1到1000 1000叫做999 那我可以怎麼一個敘述呢 就是再多一個判斷 如果I的值怎麼樣 他已經等於100的時候 那我就break掉 不過你說這不是多死一局 我只是敘述讓你知道 因為有的時候 你可能不能 我覺得他的一個大回圈是要做1000次 可是他裡面小的回圈 可能也要用到這個I 然後可能他只能做到一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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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說這一個數字是不定的啦 就是可能是一個變數好了 那我們就不知道說他有多大 OK 那只是說有點像我今天要取資料 這個資料可能有幾千筆 但是我不知道幾千 可是我只需要他前面的99筆的話 有沒有 那你一定還是勢必要全部跑完 可是你說老師我後面99 以後其實就不用再跑了 跑了多餘 所以你就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在這個前面可以加一個敘述 if什麼 if i 假設等於 等於100的時候 那你就是強制離開 不要再跑了 那就brake掉就好 brake 有沒有 這個brake的話 意思有點像 顧名司機馬 煞車 停下來意思 他就會跑到 就是100的時候 就是直接離開了 他不會再執行後面的敘述了 OK 所以這個的話順便講一下 那底下這個brake部分 看聽音比較少 有點像是直接就跳裡了 跳過的意思 他不會執行下面動作 然後step OK 那底下的話有一個更複雜的 求者怎麼要表 如果我今天希望 用for回圈 幫我產生一個90成馬表的話 哇 這個複雜度比較高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剛剛這一題先完成 いたします 打開 三小二 三小二 九 谢谢观看